9月30日,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孙小兰,连同另外五男一女,被指控于2019年7月1日,非法闯入香港立法会大楼。 案件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。 七人分别被控以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,其中有人另被指控刑事毁坏及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。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,案件押后至12月13日再审讯。 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。 被告碧惠芬及潘浩超因之前犯下多项罪行,有弃保潜逃的可能性,遭法官拒绝保释。 两人被警方押走,其他五名被告获准分别以2000港元保释。 保释期间需遵守宵禁,交出旅行证件,不得离境,禁足涉事地点及每周去警署报道等保释条件。 7名被告分别为20岁学生黄家豪,19岁厨师罗乐生,29岁车房工人周乐谦,21岁运输工人何俊年,24岁无业的毕惠芬,23岁无业的孙小兰,及31岁无业的潘浩超。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委员黄家豪,另被控在立法会大楼内,刑事毁坏一本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基本法,警方在印刷品上找到他的指纹。 电方透露孙小兰已在港大取得社工学士及法律硕士学位,刚毕业的他打算在非政府组织找长期工作。 电方透露孙小兰